其实刚才他们也有问,因为很多人关心,他们并不是说跟武统来说,他们问这个政党怎么样走下去,大家关心的就是现在你已经13个成员党,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创党的成员党,应该怎么走下去,所以我觉得作为领袖的我们有必要,我们是双向的一种交流,可以听基层的一些开放,同时我们也告诉他目前我们正在做的事情, 但一旦新的领导层,他们建放之路,他们要跟全面的去做一个,我们说检视,我们的角色,这个乌拉港的选举之后,我们也要做一些,我们说所谓的Post-Modern检讨的这个报告,应该怎么样向前走,我想政治本身它不可能是一直停留在某个层面,它是一直都在变化,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,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之主的一个政党,我们是先有政党才来谈跟其他的这一些政党结合配合的, 所以也有一些选择,就是当我们自己呢,把我们的改造做得好的话,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别人的对我们的胜任和支持,我想那个比较实际,就算你做了一个决定,如果只不过是三两天的宣传效果,那也不确实,也是完全没有什么理由的, 早上我就陆续收到一些这个区会的提案,表示支持我,扛起这个责任,进选总会长,那么作为唯一的国会员,我想我有这个责任,在这个党陷入最低潮的时候呢, 引领整个政党,进行全面的这个改革,最重要的是呢,我的责任要让马华,至少在未来的这个政党上,有更大的发挥感觉,所以这个工作并不容易,我需要更大的,更强大的团队,需要一批生力军,所以呢,我希望呢,我们的支撑, 或者各区部,包括呢,我们的这些,呃,过去的一些元老,能够在方方面面给予我们一些,劝告也好,或者给我们一些看法,以便呢,我们能够让这个党,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日子里,扮演好我们作为反对党的角色, 我们先不敢呢,那么,就是期望的太高,至少先把目前的角色做,也毕竟我们,现在只有一国两州,所以我们要重整雄风的话,需要一段时间,要是一些,我们说要有一个全面的铺,所以等到新的领导神,一旦产生之后,这个责任呢,就应该是非常重大, 其中一个是马华本身的组织,我们不需要过于永远的组织,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实际,或者是真正的党员,跟我们一起做产, 到底现在有百万党员吗? 马华本来就有百万党员,有一些是近了很久,有一些近到他现在呢,他自己也不活跃,所以你要, 让我们的基层活跃起来,给我们一些建议也好,或者有一些可能呢,他已经,这个时候没有胜区了,有一些可能选择跳到别的执政党,这个也很正常, 这一个选举呢,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呢,我们不需要的先分帮立派,我们希望能够能者居住,大家志同道合一起来做,马华公会已经没有分裂的本职了。 谢谢。